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到 然后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停电 我想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上次要讲一些 就是事实上比较困难的部分是 量子力学的部分 材料部分比较容易懂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量子力学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以后要工作的话 就是你会差人家差很多 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现在用网络上课的话 希望多讲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 那这个也不会考试 也不会怎么样 你们就是听一听吧 那现在这个这样的上课方式 今天荧幕清楚多了 那个应该是清楚多了 那个上次有一些问题 所以灯光上面没有调好 那现在把它改成那个黑板之后 就比较容易弄 有没有问题 这个现在看荧幕有没有 画面消失了 有吗 看到我吗 没看到我吗 每个人都有看到 亮多了 没错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脸 OK 没有用美肌效果 OK 那个Jimmy 你的画面消失了 OK好 赶快调回来吧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嗯 OK 我们上次讲 都有看到吧 嗯 Jimmy说我这边黑摸摸的 你家没有停电吧 OK 那个 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了 好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一个 嗯 Jimmy还好你不是 女生 应该不是女生 我说有了 有小孩了 OK 我们上次讲到 其实 最简单的一个 颜值是什么 是氢颜值 对不对 氢颜值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今天在那边讲说 氢颜值 两个氢颜值 这是他的我们说的这个 奥比特 那我们今天上面 我们从 这样子想 所以我们今天 这些 成鬼运 我们变成这样 或是说 M.O 我们变成这样 那我们这叫 Antibonding 这个叫 Bonding 这是我们 在高中完全没有 学到的一个概念 这是学到的概念 因为高中对于 欧比特的东西 教的很少 就只有 能备一备 什么1S 2S 那大家也不晓得 这个1S 2S 这些 只知道是欧比特 反正就是鬼运 那到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 我们前几个月 在教的时候 花了很多心 在建构这个概念 我如何去处理这个 电子的问题 去理解这个电子 我就说 我们要用 鬼运 鬼运是什么 鬼出现的区域 今天 今天呢 我们 单原子是这样子 双原子H2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 这两颗电子 住在哪里呢 住在 Sigma1S 这个我们叫 molecular orbital 我们这个叫做 molecular orbital 我们今天把H2 结合起来之后呢 我们 两个电子住在哪里 住在 新的 这等于我们的 原子结婚之后呢 建构一个新的 鬼区 鬼出墨的区域 新的鬼域 我们重新命名嘛 而且它的能阶都不一样 好 这个 我们在第15章里面 第14章里面 第14章里面 讲的最重要的就是 molecular orbital 我们第14章 我们第14章里面 讲的molecular orbital 那我们讲到 Sally state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了 当我们orbital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是原子 越来越结合的时候 6乘10的23次方 的原子 比如说一个细 一个细晶圆 它的细的原子 不得了的多 所以我们 就是说这个半导体呢 这个叫做conduction band 我们上次 跟你们讲说 一定要记得 这个叫做valence band 我们电子呢 就变成所谓的 高中课本里面 说的电子 那这个中间的距离呢 这个能接 能量之间的差别呢 这个能量之间的差别 我们叫做band gap 那个gap就是我们 一个衣服的品牌 叫gap 就是代沟的意思 就是一个水沟的意思 gap 一个间隙的意思 能隙 我们中文叫能隙 这个是我们都教过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思考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上次讲碳60的一个问题 我们上次讲碳60的一个问题 60个碳 那我也曾经问过你们 那有没有碳16 能不能在空气中稳定存在 你说有没有碳16 事实上是有 只是说它在空气中 没办法 它可能存在一下子就变形了 或是你在空气中就氧化掉 那有没有碳30 事实上也有 你刚上次我们看到的那张纸谱 我们上次那张纸谱里面 一大堆碳的结构 都存在那张纸谱里面 我们上次提到了这张纸谱 这是1985年 他们发表了诺贝尔奖得主的这张纸谱 你仔细看这张图里面 你看 40个碳 多少个 50个碳 其实都存在这张纸谱里面 高真空里面 当然你暴露到空气中 这些碎片 我们说的碎片 一下子就氧化掉 那你今天到底 说这些结构到底是什么 这些碳 比如说碳32 碳50 它的结构是什么 那我们讲的结构 除了真正的立体结构以外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它的电子结构是什么 电子结构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过去一九八几年 一九七几年开始 八几年 九零年 到两千年 你们出生了 那时候 那个年代 这个整个从 一个molecular orbital 到 一个我们说的 Buck crystal 就是一个大块的一个结构 就像碳 从一颗碳原子 那我们变成两颗碳原子 三颗碳原子 四颗碳原子 五颗碳原子 科学家就在想 在一个graphite 或是一颗钻石之间 一个graphite 或是钻石 跟一个原子之间 我们 中间有没有其他的结构 当然 那这中间的结构 在这个整个 molecular orbital 从 atomic orbital 到molecular orbital 你们学的这个MO 到 conduction band valence band 之间 中间有一段变化 中间有一段变化 这个从电子结构来看 中间这一段的变化 是很多物理学家 化学家 物理学家就是 这些固态物理的学家 化学家 他们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而碳60就是 整个把这个 领域整个 原来60碳 60个碳 是可以稳定存在 而且稳定存在于空气中 稳定存在于 这个 我们 室温底下 不会跟羊 它是可以稳定存在 碳60 所以这个 颁给诺贝尔讲 这是新的碳的结构 那我们上次讲 碳60事实上是 蓝色的 是蓝色的 碳60是蓝色的 你要看到那个淡蓝色 事实上是 紫色的 所以 我上次讲过 它在室温底下 是蓝紫色 它的吸收光谱 是在哪里 吸收光谱 一定是在600多 630几 因为它吸黄光 所以你看起来 那个一贯 是蓝紫色 碳70的话 就是红色 红色的话 吸绿光 所以它的吸收光谱 绿色 碳70 那这个都可以稳定存在 但是你 很多人上次 可能就会问我说 那老师有没有碳68 我说有 但是呢 它不能在空气中 稳定存在 室温中稳定存在 有没有碳66 有啊 有没有 其实是好 有没有 有啊 那这些 不同的结构 重点是 你能不能 这个结构 能不能在空气中 稳定存在 你可以融在 融液里面 那刚好 碳60跟碳70 中间没有其他的 碳62 63 64 65 66都没有 你说碳58 可以稳定存在 也不行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发现 这个碳60之后 我们就 来想一想 在 不同的物质 在不同的物质 它在两个不同的size之间 什么叫两个极端的size 一个就是一个原子嘛 一个原子嘛 最极端的就是一个原子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一块东西嘛 就是我们 一个原子跟一个大块的东西 之间呢 可能 不要说可能 一定会有一些 你所预想不到 或是从 思维上面 不太 能理解的 就是说 从一个原子到一个 大块物质之间呢 如果我们 说从大块的 观点 我们 大变小 那我们说 我们把一个物质 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的时候 它的能阶 应该怎么样的变化 这是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从一个物质 越大 做到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我们做到小的时候 它是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 它的能阶 会不会产生变化 它的导电度 会不会产生变化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一个问题 这个科学 奈米科技 为什么会产生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我们一个 从大 上 但是 从化学家的眼光 我们倒入 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有一 碳 我们 一个 碳 一个碳 我们能阶是这样子 当然 一颗碳是没有所谓的导电问题 一颗碳 哪有什么导电问题 一颗碳 C2 也没有什么 问题 那 今天 越来越多 碳 奈米管 导电度 会不会跟 瓷末一样呢 我们今天 碳 奈米管的 光学性质 会不会跟 瓷末一样呢 一定会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震动能 会不会一样呢 不会啊 碳 碳60的动能 会不会跟 一样呢 不会啊 一定不会啊 我上次 讲过 我的 博士论文就在 超导体 碳60 你把它 加离子 乳离子 乳原子 不是离子 加乳原子 Protassium K3 C60 我们上次讲 K3 C60 这个超导温度 18K 18K的超导温度 这个是一个 18K的超导温度 如果换成 乳 乳Billion的话 它是28K 所以碳60 竟然是可以 变成一种 超导体 所以 当我们 不同的 原子 数目 我们从小 变大 跟我们从大 变小 在中间 有一段 事实上 它的 我们所说的 量子 量子行为 会改变 很多行为 都会改变 就从我们 particle in the box 的观点 来看 particle in the box 我们 我们说 我们学习 量子力学 第一章 或是第一步 一定要让你们了解 什么叫particle in the box 合中 如果你合中 例子的概念 没有办法去理解 用一个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其实你量子力学很难 产生所谓 薛丁格 也不可以选 这样子 整个是很难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难理解的一件事情 所以 在强调 合中力子 这件事情 你不会 到无所谓 OK 只是说你研究所有时候考了 不会解 这个 但是你 这个可以有问题 但是呢 你一定要知道 整个什么叫做 把电子 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我们用波的概念 跟粒子的概念 两者合在一起 设定条件之后 去解除它波函数 那波函数以后 你会发现说 OK 我们今天可以把粒子 当做一个波 就是电子当做一个波 也可以把电子当做一颗粒子 那我们合中粒子 就我一直在跟各位比喻的 你就把它想象成在盒子里面 有一股 鬼魂 那个鬼魂 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这个鬼魂的阴气 加起来刚好一只鬼 所以你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波动函数 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n等于4 然后呢 在一度空间呢 有一个量子数就出来了 然后二度空间 三度空间 就整个就建构起来 那这个我们花了将近半学期 就在讲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同体呢 因为我们从那一边演变成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一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刚才讲的东西 如果你有follow up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从大变小 用大变小或小变大都可以 我们今天如果说 我们今天你们上次讲的 Graphine 石墨烯 事实上就是一层的原子 那我们从大变小 就是你把石墨撕一层起来 你把石墨撕了一层起来 石墨撕起来一层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石墨系 那如果你把碳呢 卷成一个卷卷的 这个就是碳奈米 就是我们说的1D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方向 它的原子很少很少 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很长 这个我们叫做量子线 那如果说我们三个方向 像碳60我们也可以把 用这个量子点的观念来看 当我们把这个原子越来越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本来是两颗原子 现在变四颗八颗 然后聚成一个 像球一样像一个点一样的 这个叫量子点 这量子点呢 我们等一下讲 就是从小变大 或是从大变小 你一个半导体 你把它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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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很小的时候 譬如说切到10奈米 切到20奈米 切到5奈米 这么一个大 那我们来考一下 它能接会不会改变 我们在最 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 Bug crystal 就是说到当你的 crystal 很大个了 很大个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Bug crystal 譬如说我们今天一个 细原子 我们今天一个 细 今天一个细 一个细是很大一个 比如说一个细 细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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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体 我们把它一直切 一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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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得很小 或是我们今天是一颗细原子 把它一直 面心地方 对比较 特色一点 那我们要思考一个 这些能阶 介于一个 细子 一个 大块 新能阶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导定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 如果你今天有磁性 磁性会不会产生 什么样的变化 那你做到很薄的时候 比如说在XY轴 很 就像一片 但是Z轴呢 一个原子 这个我们就是典型的 就是史莫西 这也是德诺贝尔奖的 一个材料 发现 是德诺贝尔奖 那如果我们做到很薄的时候 这个是量子 我们说的量子 那这个 这个结构的行为 会不会产生变化 会跟我们 单一原子 或是跟我们的 整个大块 是不一样 整个是不一样 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讲的 这个叫 量子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量子 看这句话 这个是 这张图是 我们学生合成的 这在台湾合成的 当初 这个是有照UV光 去激发它 这个就是量子点 这个什么材质呢 是 CDSE 这什么材质呢 CDSE 我们说这是 二六族半导体 我们上次有讲过 这个是二族配六族 叫二六族半导体 CDSE 那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是 二六族半导体 你看到的这个景象呢 这是CDSE的 做出来 很小很小的一个 例子 这是我们学生合成的 那个这个二十多年前合成的 那你用一个UV光去照 在阴暗底 在完全黑色的底下 你用UV光去照 它就产生不同的颜色 那你现在如果去Costco 买一台电视 买一台电视 叫量子点电视 QLED Quantum TV 里面就有掺 这个红色的这个物质 就右边 这个红色的 这一瓶 这一瓶 你看到这个 右边这个红色的这一瓶 它里面就有掺 这一瓶的 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那个 现在的LED的背光 红色的不够足 红色的色域不够广 所以它掺了一些量子点 就CDSE的量子点 掺进去呢 来补足它红色 所以你看神聪 在做广告的时候 就是说它的色彩比较鲜艳 事实上你去看那个 那个 神聪做广告的时候 这个 就是Quantum Dot 它都是 的影片都 他这个电视呢 荧幕是红色比较鲜艳 比任何的电视都鲜艳 所以说呢 它就是叫QLED Quantum Dot LED 事实上它其他的颜色 都没有特别 它是红色比较特别 那就是 QLED里面指的 就是Quantum Dot 量子点 那这个量子点 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 就是把CDSE 我们把这个CDSE呢 这里这个CDSE 本来是一个框材 那我们把它切到很小 比如说五耐的时候呢 它就能系 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宽 它本来是这么宽 它本来是这么宽 那到单一 比如说到单一 一个原子越来越宽 它中间有一段 细呢 就会开始变来越宽 如果说你用这一个 这张图来看 我们是从一个原子的观点来看 你这个可以看懂的话 表示你量子力学 学得很好 这张图可以看懂 这张图 其实蛮难的 那你们 我没有期望说大一 每个人都听得懂 今天这种东西也会考你 那 这个是给自由生听的 那希望大家今天有来听的 都是自由生 我们在讲这个量子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观念 因为跟量子力学很有关系 你这个东西可以搞懂 我跟你讲的那个particle in the box 你就可以搞懂 我们不要去管 这张图里面底下的公式 先不要去管 这张图底下的这些公式 这些公式呢 怎么导出来的 这个也不用去管 这个 这个 这个不重要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的能界 在 能系 在我们利子 小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它的能系会越来越大 能系会越来越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利子 本来是我们的快材 比如说一个半导体 它快材本来是一个很大颗 当我们越来越做越小 越来越做越小的时候 从大小小小小小小 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 你从一个很大 对一个能界 或是我们今天的conduction band 都是variance band 我们本来是一个 然后变两个 三个 四个 原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到后来变成一个能界 能界一个能带 一个能带 从一个能界变成一个能带 在中间的某一块呢 这个听得懂呢 原子在中间的某一个 那个能界在中间的某一个 环环里面呢 当我们在中间的某一个环环 就从大变小 或是从一颗原子变得变高了 它中间的这些能界 或是我们今天的 说从brown state到excited state 这中间会有一个量子的一个变化 会有一个量子的一个变化 能界的一个变化 就往小的方向的话 这个lambda呢 越来越短 为什么 因为你的盒子越来越小 我们看一下 当你的盒子越来越小 就我们今天的 盒中例子 你盒子越来越小 你会发生什么状况 你盒子越来越小 你的lambda就可以 grand state的lambda就会越来越短 grand state的lambda就是你 等于那个 你盒子越来越短 为什么 因为你的盒子比较小 你能存在的波是比较短的波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想这个 我们当时在讲的这个盒中例子 我们来讲这个盒中例子 我们在那个 第十二章开讲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盒中例子 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跟这个盒子是不一样大 比如说这个盒子 我们这里有一个盒子 这里有一个盒子好了 这盒子 我们能存在的波呢 N等于1 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可以存在的波了 就是可以成立的 可以存在的一个波呢 这个是lambda1 lambda2好了 lambda1跟lambda2 两个盒子 box不一样大小 这个是partycoin的box 这个盒子不一样大小 也就是说 我今天这里有两只鬼好了 一只鬼这里 或是这一股音器 跟这一股音器 用波 哪一股音器 它的lambda比较小 当然是盒子越小 它那个 lambda越小 lambda越小 表示它能存在的能量 等于说 它的band gap会越大 也就是它的能界会越大 为什么 因为lambda比较小 lambda就是能量 lambda比较小呢 能量是越高的 那我们从刚才这个 这个电话来看的话 这个能性呢 会随着它的什么 这个能性呢 会随着它的size越来越小 这个band gap越来越大 或是我们 只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它band gap会越来越窄 越来越小 我们从小变大 或是从大变小 事实上呢 我们最在乎这个能性 为什么 因为这个能性呢 是关系着我们的 这个半导体的性质 能性是关系着 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性质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量子点 或者量子化的一个行为 跟这些能性的变化 那跟我们第12章讲的这个 这个核中粒子的概念是一样的 是从核中粒子这个概念来理解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量子化的行为 量子化的行为 那这个量子化的行为呢 这是一个 这个整个我们在讲这个量子点的时候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精神 基本的一个不是精神 基本的一个原理 那原理我们今天看这个 这个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物质呢 事实上呢 没错 它是会随着粒子的大小改变而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图呢 这事实上这不同的这个 粒子的大小 这个这个是以前很早以前1999年做的论文 这个这个远古时代 你这一方面的话我讲的算是快 你一下子要理解是有点困难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可以开个视讯呢 我来看一下 还是说没有人在听 那个 有人开视讯了 黄新富 OK 给你打个招呼 陈远廷你在家里 OK 那个 在家里还戴口罩 那个黄新富把口罩塞下来 我看看给你家就分好了 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 OK 还有多少人在上课呢 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呢 不是 廖维方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所以粒子越来越小 band gap越来越小 刚好倒过来 粒子越来越小 band gap要越来越大 廖维方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 你刚才听懂 你看这里的band gap 是不是越来越 粒子越来越小的时候 band gap要越来越 怎么样 越来越宽啊 也就是 我粒子越来越小 核中粒子 是不是 核子是不是越来越小 你能存在的 ground state 是不是越来越大 能量 能量是不是越来越大 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啊 你看这张图 核子越来越小 是不是 lambda越来越小 小的话就是能量越大 n等于1会越来越大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n等于1会大 n等于1会 这个核子比较小 会比这个大 能量这个比较大 但是它lambda比较短 那维方这样了解吧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我们 好有问题的 倒了 还有没有人打开的 我看一下 好有问题的 好有问题的 没有多少人在上课 三个人 好了 4064123是谁 那个能不能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陈佩萱啊 你上次说要去医院 那个跟我说是有事情去医院 那上次其中考的时候 你能不能开个视讯 我看一下你长得什么样子 平常有来上课吗 Jimmy你有什么问题吗 Jimmy 大概 廖文问的问题是说 粒子越来越小 band gap越来越大 能量大 应该是说能细大 不要说能量 能量这个比较不精准 能细大 我们说band gap会变大 波长是小的 因为band gap大 当然吸收波长就会小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测出来的真正的图 黑色的是吸收波长 这张图 黑色的是吸收波长 黑色的这个图是吸收波长 这个粒子是4.2nm 然后呢 有颜色的这是放光的光谱 那这个黑色的是它的吸收光谱 我们说的它吸收光谱 就是 Y轴是看左边 这个Y轴是 这个有颜色的Y轴是看右边 这是Photolumination 就是荧光 我们看它的荧光 它事实上呢 它的放光呢 是从绿色一直到红色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它的粒子呢 从2.5nm一直变化到4.2nm 这是我们说的量子点 就是band gap change with the average size 你也可以看到 band gap change with the average size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核中粒子 这个这个核中粒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 把那张图跟这一张图 如果可以看得懂 你就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这张图 你看到了这张图 不同的大小 黑色的是它的吸收 吸收这个是波长 所以你粒子越来越小的时候 开始吸收的地方 越来越往什么 蓝光的方向跑 越来越往蓝光的方向跑 例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越往红光的方向跑 越来越往红光的方向跑 历史越来越大的时候 越往红光的方向跑 上次的助教有来上课说 老师你怎么讲这么难 实在是听不懂 我知道这个是蛮难的 这个是你要融会贯通 才能理解这张图 那这张图可以理解 或是说我们这一个 至少你这张图要理解 你说那个半导体量子点的部分 我们刚才讲的吸收光谱 幻光光谱 你不了解我就算了 但是我们这一学习 这个核中粒子 这一部分一定要了解 核中粒子 Conduction band Valance band 能细 能细在可见光谱的 这个我们定义叫做半导体 我们台湾是半导体 我们不能不知道半导体的定义 我们不能不知道半导体的定义 我们把半导体越来越小的时候 能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产生量子化的一个行为 什么叫量子化的一个行为 量子化的行为就是我们这张图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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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解释的这量子化的行为 这种大越来越越重要 那如果聪明的同学 石油生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什么时候 他会开始产生这个现象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公分 乘以1公分的半导体 我做到0.5公分乘以0.5公分 会不会产生这个现象 不会 我要做到多小 它开始才会变化 它开始才会变化 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刚开始198几年的时候 以前我的在UC柏克里的指导教授Paul 他在什么 在ATNG贝尔实验室 跟一个教授 路易斯布鲁士 Louis Bruce 他现在是Columbia University的教授 他就在做 他们当时就在思考 我要做到多小 CGSE才会产生能系的变化 我要做到多小 做到多小的时候 事实上呢 大概要做到 答案是要做到大概5奈米以下 他才会产生能系的变化 那时候那个 那个路易斯跟这个 我的老板叫Paul Alvizato 现在是Paul Alvizato 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 他跟这个叫做路易斯在思考说 我要做到5奈米 我要怎么做 我要做到5奈米 我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整个的研究的思维 你要会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我要做到5奈米 分散做成5奈米 我要来研究它能阶的变化 1980年的时候 他们怎么想 所以我们今天 化学家跟材料科学家跟物理学家 大家想的方式 那时候碳60也还没被发现出 他们发表第一篇论文是1984年 那篇论文就非常重要 就发现说例子做很小的时候 门接会不好 我觉得那篇论文 可以让 至少布鲁斯拿诺贝尔奖 这我个人认为 他只缺诺贝尔奖还没拿到 就是说我们做小的东西 或是从原始的观点 我们要做大的东西 什么叫做我们从原始的观点 我们要做大的东西 如果说今天 1615分 加索的 你把喇叭打开了 我们把喇叭打开了 我们从小变大 大变小 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概念 我今天要从一个碳变成60颗碳 那是变成60颗大 我要从一个天笔里面的graphite 我把它切到剩下60个碳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今天做一个小小的东西 我要去做一张 我有两种方法 我去 一棵树 然后我把它刻 切下来 切下来 那剩下一张椅子 我把其他的 我不要的东西 丢掉 另外一种方法 我今天 一小块一小块 热告积木 我把它堆起来 我们可以从原子去堆起来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很大块 去把它切小 Lubroofs他们就是从原子 就是在solution里面 融液里面搅一搅一搅一搅 让它形成小巧的cluster 小小的聚合起来 物理学家他们老是想 从很大的东西把它切小 就我们今天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Smoley发现碳60 它是从RAFI用镭射把它打碎 让它重新组合 组合出60个碳 所以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 从大变小 小变大 都有不同的 同个做的方式 所以Lubroofs他们当时在做CMIC conduct 的Nano crystal 就是我们说的半导体耐米晶体的时候 是从小 小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原子态 就是一个原子分子的这种结构 在融液里面把它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小小的粒子 然后你去控制它条件 长成一个大 这个就是我 好多是在UCBURG当年都在 我本来是做超导体 后来是跑去做半导体 就是说半导体耐米粒子 为什么 这个完全就后来回到用农易的方法 去长这些 农易的方法去长 我不是用物理的方法 而且很大一块 我就把它切小 然后把它切小 像碳奈米管就是这样子 你用Graphy 下去打 用石墨下去打成 小小的一根管子 这是不同的思维 完全不同的思维 OK 我们上了50分钟 然后我们休息个10分钟 那对于上课有问题 能不能打开个视讯 我看一下 我这个老师现在没有人 有没有人在宿舍的 想要来现场上课 OK 我们休息几分钟 休息到11点 我们再继续上 OK 那个 那个声音 是已经卡到习惯 很卡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不知道 感谢你们跟我反应 但是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我这边慢 还是你们家慢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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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师大的那个网络版就很慢 那我不晓得现在他们 现在是可也比较有可能是我这个学校这边慢 那如果说未来这种上课 这个就只能加快这个上网的速度 这个我没有办法 现在实在是在学校里面 除非我 没错啦 应该是师大网路不给力 真的是有点讨厌 有点讨厌 那那这个 我们还是得继续上 OK 师大网路也不会这个月就改进 这个月没人上判 所以 继续上吧 那我把它录起来看会不会好一点 那我们刚才讲那个半岛体 我会把那个 我这个 这个我们尝试的这个 用这个教室呢来 做一些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讲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不一样 除了Banget以外 现在听得到吗 这个 有看过那个布袋戏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不没听过 布袋戏这件事情 叫做 有人听得懂这个吗 请翻译一下 表示你是真正布袋戏 我刚才讲了中文 台语 后面四个听不懂 没错 位器千条 对啦 那个布袋戏那个实验文要出场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都要讲这句话 金光闪闪闪 位器千条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说这个的金是金光闪闪 废话 那金不金光闪 那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讲 快筛快筛 我们今天讲Covid-19这些快筛快筛 快筛是什么东西 快筛呢 就是免疫 我们讲 我们讲 快筛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 叫做免疫分析法 immunoasset 我们学节课呢 讲另外一个东西 分物的感觉 免疫分析法 这两天最热门的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那这跟奈米科技有啥关系呢 事实上这个就是最早的奈米科技 最早应用的奈米科技 什么叫做immunoasset 剧场 快筛 我们说快筛 筛不会写算 快筛 跟院印棒 跟院印棒一样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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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的那个 陈彦庭说的这个没错 这是院印棒一样 快筛啊 两人帮我写 你赶紧 解救 塞 OK 跟院印棒一样 就是你 你点个尿液 然后上面有出现一条 红红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抗体跟抗原 抗体跟抗原 一个是antigen antibody antigen 我们讲抗体跟抗原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还没讲金奈米 例子的时候 其实金奈米 例子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看一张图 生物体里面 Keylock 我们今天 生物体里面 辨识系统 必然有特定性 专业性 抗原对抗脂 脂质蛋白 对特定酵素 抗原对抗脂 DN A单股 就是ATGC 你今天对应过来 A退TG对C 对不对 你ATGC 你就是GC GA CG 就倒过来 就是单股对单股 所以这个 奈米材料用于生物科技 最早用的就是运运棒 运运棒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运运棒里面的东西呢 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金奈米粒子 运运棒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金奈米球 那个红色的 金奈米球上面接什么 接抗体 那我们现在的快 的载体都是金奈米球 因为金的表面呢 可以接上一些蛋白质 就是变成金奈米球的一个快塞的一个 是快塞 四片的一个基本的材料 上面有金奈米球 金奈米球什么颜色 红色金奈米棒就会变成蓝色 这个颜色会变化 但是但是你今天如果听我讲 金金是不是半导体 它哪会有band gap 金是导体啊 它conduction bank跟variance bank 是连起的 那是金是导体啊 不是半导体 半导体才有band gap 导体怎么会有band gap 导体不会有band gap 那金为什么从金光闪闪变成金奈米球 之后变成红色的呢 如果说你不知优生的话 你们应该这个 或是说科展啊什么有做过 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就去合成金奈米球 金奈米球合成起来以后 就变成什么红色的容易 红色的容易 其实蛮容易合成的几个小时就可以合成出来 你拿那个绿化金 绿化金 在酸里面就会结成金奈米球 就会红红的一瓶 那里面就是金奈米球 这个金奈米球呢 事实上在古早的时候文献就有写了 金就是人家说的炼金术 就看到红红的容易 事实上像雪的颜色一样 雪的颜色一样 那个就是炼金术里面看到出血了 那个就是金奈米球 这个 那我们今天讲金奈米球上面接什么 接抗体 金奈米球上面接抗体 我们今天的快筛呢 事实上是金奈米球 红色的金奈米球 然后呢 我们接上什么 接上一个抗体 一个特殊的形状 一个抗体 就是说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去抓什么 抓抗原呢 这个抗原呢 长得这样子 刚好抓进去 抗体去抓抗原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快筛的方法 的基本的一个架构 就是燕运棒的原理 燕运棒的原理 燕运棒已经出现来二三十年了 燕运棒事实上是台湾人发明的 后来他把那个公司卖给伊莱莉莉 这个发明了台湾人呢 这几个人呢 就发大财 真的发大财 卖给伊莉莉莉 我卖了很多钱 应该有上百亿台币 198几年的时候 燕运棒 这台湾人真的是台湾 我发明了 当然是在美国 美国创立那个 总是他们那个抗体 抗原这个 燕运棒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 这个呢 金奈米粒子呢 为什么是红色 有谁知道答案 当我们是一个金色 后来变成红色 能不能讲一个答案 如果有 有 讲对答案 学期末 应该成绩 不会当你 有没有成绩很烂的人在上课 赶快 赶快 金奈米你不要回答 金奈米你不会被当 陈彦廷你也不会被当 廖威方你也不会被当 现在好像只有你们 上次考二十几分三十几分 一百分以下的 回答一下 那个 我们的日本朋友 你上次考什么 一百八一百九的 不要多啦 那个 日本朋友 别口 你如果讲对答案 我不当你 赶快查啦 赶快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答案 你没有在上课吗 我们日本朋友 日本同学 赶快 如果你报上来 那个 上次考一百分之下 以下的赶快赶快赶快 报上大名 然后呢 你们在 在这个Google前面 都可以Google出来 为什么金奈米球是红色的 它在物理上有一个答案 它是什么样的现象 或是什么样的物理现象 造成它变成红色 我记得 我不知道上学期 我们讲过这个东西 但是 这个是比较难一点 然后当然 当然你Google 一定Google的到 Google一定Google的到 这个这个太太容易找得到 OK 现在在上课的同学 有没有第一次其中考不好的 赶快 OK 陈佩轩 你第一次考的很不好 没错 你不用回答了 黄范姐你太慢了 他已经贴出来了 我们看那个陈佩轩贴出来的 主要原因是表面电疆共振就发生在红外光的范围 也就是说特别以520的波长附近的光产生电疆共振 电疆共振的英文叫surface plasma 电疆共振 你去查电疆共振surface plasma 表面电疆共振surface plasma 产生了电疆共振 吸收这些光的能量之后呢 因为它是吸收520nm 我们讲吸收520 我在量子力学里面一直在跟你讲 看到一件红色的衣服 你要想到什么 你看到一件红色的衣服 你就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 一个这个 绿色的染料 它吸收绿色 就是这个染料是吸收绿色 所以我们看到红色的容易 这个陈佩仙上面贴出来的 在这个留言上面贴出来的 520nm的波长产生电疆共振 陈佩仙 恭喜你 本能这学习不当你啊 OK Surface plasma resolution 廖维芳在黑板上面有 那个留言上面 Surface plasma reference 你看那个廖维芳 贴的这个 表面电疆共振所产生的一种现象 这个当然 这个讲起物理原理是有点困难 我们在这里就不讲 那那个黄焕杰抱歉 你比较慢一点 你还有机会 OK 然后我们 因为 就是你今天看那个陈佩仙在上面贴的 那个聊天室上面贴的 就是表面电疆共振呢 就是我们今天做到很小的时候呢 一个粒子做到很小 金属表面呢 会产生表面电疆的一种共振 这个共振呢 金的话是在520附近 所以它在 你去测金奈米粒子的吸收功夫 会在520附近 520附近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呢 是金的一个 奈米粒子 金的奈米粒子呢 会这个 整个这个 做到很小的时候 就呈现一种红色形 那金奈米棒的蓝色呢 那会不会是这样 不是金奈米棒 一样也是表面电疆共振 但是因为它是不对称性的 表面电疆共振 所以它 它会有两个吸收了 金奈米棒会有这一方面的表面电疆共振 跟这一方向的表面电疆共振 你们看一下 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再讲一遍 就金奈米棒呢 事实上它是这样一个棒子呢 它会有这个方向的共振 跟这个方向的共振 就是长轴的共振 跟短轴的共振 事实上金奈米棒呢 吸收是这样子 在可见工的 吸收在 在这个比较 它红色 跟那个部分 这个是大概700nm的部分 看你的长轴跟短轴的比例 长轴跟短轴的比例 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 那个刚才廖文房问的这个问题 金奈米棒蓝色也是一样好 所以说它是长轴跟这个 短轴的那个比例 基米有在问说 微粒的减小时 它的吸收光谱跟放射光谱 发生蓝移 如果那个尺度增大的时候 会产生红移 其实这个在某些方面是不太对 因为它不是半导体的行为 那个基米你的 你的这个答案 事实上在网路上面很多会这样子写 事实上真正不是跟 我刚才讲的半导体的这个 band gap的改变 这种行为是一样的 因为它surface plasma呢 跟这个size 跟金奈米粒子的size 没有很强烈的关系 但是如果做到很大的时候 会有关系 因为它不对称它有长轴跟短轴的吸收 所以它的改变 这个详细需要一点时间去解释 我们在这里就不解释了 不过基米你讲的这个东西是半对 一半对而已 一半对 有些部分是不太多 因为你讲的尺寸减少的时候 是只半导体的 金是不是这样子 金是surface plasma Banget Jimmy 你现在这个在聊天室上面 回答的就是当奈米粒子尺寸减少时 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发生难移 这个是对的 在半导体是对的 但是在金并不是 金的红色是因为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是表面电浆共振 跟量子化的行为 你现在天的量子化行为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物理行为 不一样的物理行为 这个是特别跟你讲一下 OK 你要看一个东西 看一个东西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 看这个什么 用什么 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 你在这边看到的是TEM TEM是什么 穿透式电子显微镜 我们常在讲 我们常在讲 这个电子显微镜 有两种 我们现在常用电子显微镜 有两种 一个是穿透式 一个是扫描式 扫描式就是我们今天看 那些细菌 什么扫描式的电子显微镜 那为什么要用电子显微镜 因为你东西越来越小的时候 你不能用光学显微镜去看 你要看几个耐米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去看电子显微镜 所以我们上次有拿了一个 一个结构来看 我们今天讲了这个电子显微镜 你说今天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原子的level 现在的电子显微镜 都可以看到一颗耐米粒 甚至一颗原子 可以到原子的解析度 没有问题 电子显微镜 那这是一个穿透式的电子显微镜 你真正要看到一个很小的 这个底下的这张黑色 又左下角这个图 事实上就是一个电脑的模拟图 你把它放在电子显微镜底下 你真正平面你看起来就像这样 看起来就像这样子 在一个方向照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这些金格结构 金格结构 我上次在黑板上 拿了一个金格结构 在灯光底下 你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金格结构 这个电子显微镜 这是HRTEM 这个HRTEM的HR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一个高解析度的 电子显微镜 高解析度的电子显微镜 我们讲要看 我们现在用HRTEM 这个全名是什么呢 高解析度 maior 高解析度的电子显微镜 高解析度的电子显微镜 我们看一颗奈米粒 看起来会像这样 一颗 这个一颗 大概三个奈米左右 这一颗 这一颗 这是非常高解析度的 这个 奈米粒子 所以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呢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大小 用hydrate solution的一个电子显微镜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都是我自己造的 不是我自己造的 这个我们以前做出来的 一些这个是 这个CDS1的Narrowad 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根一根 还蛮漂亮的 这个是 也是高解析度的这个电子显微镜所造出来的结果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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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结构是这样子 一个奈米结构是这样子 一个奈米结构是这样子 那这右右右上方的是它的defression 就是它的烙色光谱 烙色光谱 烙色光谱就像我们在做霞凤的时候所产生的烙色点 你看到这个一颗一颗的白点那这个有点困难啊我们就在这里就不直接讲 你用高解析度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啊 那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做这个奈米线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奈米线这个是GAN GALEN Nitride就是高解析度的电子显微镜就是GALEN Nitride 这也是一个这是2001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这个这个是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GAN GALEN Nitride就是我们说的蓝光半导体蓝光半导体的主要的材质就是GAN 就是一个淡化加淡化加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一个奈米线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高解析度你可以看到一些金格的金格结构去鉴定它的一些东西啊 那这个是这个是另外这个是超高解析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这些金格结构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我们台湾都 都有这些 这些都有一些仪器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很典型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非常高解析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GAPGAN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 电子显微镜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再来看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你已经看到 做到这些奈米粒子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生物上面的应用 我们这个 这里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才讲到免疫分析法 这是一个抗体跟抗原的关系 我们今天一个奈米粒子是红色的 奈米粒子是红色的 我们去抓东西 去抓antigen 这种方式呢 我们叫做什么 这个抗体跟抗原的结合呢 这种方式我们称为免疫分析法 那现在 你在看这些疫情法 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 去做快塞 对 你就常常听到什么 常常听到这个 很多人骂陈思忠啊 做快塞啊 现在 现在 隔了一年才在做快塞 过来一直在做快塞 其实免疫分析法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抗体呢 这个 它的特定性 如果做得不好 抗体 很难做 它是一个蛋白 它会出现 违阳性 那如果说你违阴性 违阳性太高的时候呢 整个社会会会动大 就是 一堆人冲去急诊 或是一堆人冲去台大 那整个重症轻症跟 可以自行 会乱七八糟 非常 就是非常 非常那个 紧张的人 他动不动 一咳嗽 喉咙怪怪的 像我现在讲的一个半小时 喉咙怪怪的 我就怀疑我是不是确诊 就会冲去做快塞 去做想要做 医疗体系会断掉 那PCR呢 是比较准的 为什么PCR跟这个 PCR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用这个 配对的方式呢 比较准的 DNA 这个东西比较 因为呢 它一条链场呢 ATGC ATGC 这个要配对 出错率很低 但是抗原跟抗原 它是一大块蛋白质 大块蛋白质 去结合的时候 这个的减减度 敏感度呢 跟PCR是差很多的 所以你今天 抗原跟抗原 有的检测率呢 甚至比较烂的这种快塞呢 大概只有85% 就是可能有15% 都不太清楚 比如说 伪阴性伪阳性的发生 这个是 现在在疫情期间 就跟你这样子 稍微解释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个跟奈米材料 跟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你今天 抗原的 要有个 期待的 一个荧光物质 或者会发光的物质 你才 作为一个 感测的东西嘛 你要看到它颜色的变化 你才会知道 我今天呢 我要 测的东西 有没有在 譬如说 你看到红色 你就表示说 它有这个 被感染了 没有看到红色 就没有被感染 那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快塞的一个原理 因为呢 你今天 必须要有颜色 必须要有颜色 那我们这样才能作为快塞 你就不用去 你就不用去 做PCR 因为他PCR需要一些时间 去捕你们 就是做 那个QPCR定量的话 你要几个Cycle 可以侦测到的话 那个需要 做那些Cycle呢 R值 不是讲R值是16 R值是30 就是说 它要Cycle几次呢 这个是可以来 病毒的量 那可是我们今天快塞就没办法 我们只知道说 它变成红色 变成没有颜色 或是有红色 就是有跟没有 那这是一个快塞的方法 所以你看到 这个用抗体对抗原 这个东西呢 上面呢 要么就是抗体接在 金的奈米粒子 要么就是抗原呢 接在 金的奈米粒子 这都可以这样子做 那有的是去测抗原 有的是去测抗体 快塞呢 有的去做抗原 有的去做抗体 那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思考一下 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们想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是 抗体跟抗原 从整个传染病的一个 机制来看的话 两个当然希望 测好 让 测 抗体 你才到的 没有抗体 事实上 你的病都快好了 你要这样子思考 因为你有抗体 表示你身体已经开始抗 你产生抗体 就像你去打疫苗一样 你去产生抗体 你这抗体是严性的 这个人代表说 我已经有病毒 所以你里面用抗体 抓你的抗体 去抗体 你有撑着抗体 你身上有一大堆 对疫苗的抗体 代表是好的 很希望 我已经打了疫苗了 我希望我让它出去 是百毒不清 那你抗原 这两个生产的阶段 是不一样 抗体是到最后面 你身上一大堆抗体的时候 你去测试 所以我们在这个配对的 就是在 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要 你要去知道抗体 配上抗原 或是 特定的酵素 特定的 素质蛋白 或是DNA单骨 对特定的单骨 这个阶段性不太一样 因为你今天 你去测病毒的量 你去测病毒的量 你去测DNA单骨 你去测这些病毒的量 那是一个绝对值的量 所以这个很准 PCR很准 测抗体不一样 你今天多少抗体 你今天产生这个 里面有多少抗原 这个是 跟绝对值 比较没有相关 因为它只能 省现出红色 比如说你是接近 那里的时间 红色 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今天在课本上 事实上我这个讲的东西 还是在课本上有关系 课本上有写 Nanobio 就是我们今天 Nanobio在干什么 在这里我就不讲了 我这个是我 我在讲的一个 你今天把这个 半导体奈米粒子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细胞里面 这个是细胞了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 把这个奈米粒子看到这个 绿色的荧光放在里面 去做标定用 标定用 去做一些标定的用 那事实上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那个 做了很多 很多方法研究了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会不会动 好像不太会动 OK 好 这个是以前我们 做了一个题目 利用糖分子 精赖引力 来寻找标的物的 特定蛋白的位置 那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 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 抗体跟 抗原 那我们今天 把这个奈米粒子 我们刚才讲 它有颜色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奈米粒子 的一些其他的性质 做医学上的用品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把奈米粒子 去做一种咸影剂 咸影剂 我们今天奈米粒子呢 那是做 做 咸影剂 做咸影剂 我们把奈米粒子呢 当做一个 咸影剂来做 然后呢 我们咸影剂怎么做呢 跟普通的咸影剂 不 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上面呢 最重要的是接什么 上面是接 最重要的是接什么 接一个 会找出特定的 癌细胞的 一个antibody 就等于说 我今天要在你身上 找出癌细胞 那我现在开了一部车过去 我这个车有做导航 它有导航 它上面可以接一些东西 做导航可以接一些东西 上面可以接一些天线 它可以指引你这辆车 去把癌细胞把它找出来 把癌细胞找出来 这个就是 说的奈米生一的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何呢 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 有荧光的东西 带到 或是说 有特殊 持感应的东西 带到癌细胞去 identify 去寻找出 癌细胞在你身上 是哪个位置 这就是 Nano的一个 标的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做到很小 然后我又带颜色 我可以 上面接了抗体 等于说我接了一个 可以辨认 癌细胞的一个抗体 或是我今天接了一个分子 它可以辨认 癌细胞 那我把这些颜色呢 带到你身体里面 然后呢 去什么 去看那个 你的这个 在你的身上 是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 这就是一个 Nano Bio的一个概念 Nano Bio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用Nano Bio来做什么 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影像的显示 然后来找出你 癌细胞的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今天 要找出一个标靶性 就是说我今天可以把一个东西 带到特定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Nano Bio的一个 特定的地方 这是用Nano Bio来做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一只老鼠 你看这个很恶心 但是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要吃饭 现在几点 11点41 OK 等一下要吃饭 我们来看看这个老鼠 这个是它的癌细胞在这里 种在这里 这是我们实验室学生做的 可以看到这个 你把它刮出来 你现在有看到吗 你觉得很恶心吗 这是一只老鼠 活的老鼠 OK 如果觉得很恶心的人 就不要转生无形 也不要去考医学业 OK 如果觉得很有趣的人 可以训练四年之一科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老鼠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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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挖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荧光 你有看到 荧光 绿色荧光在这里 可以看到 这黄红的这个 圈起来这地方 看到了 OK 陈彦亭 陈彦亭你有看到 OK 希望等一下不要吃不下饭 OK 我们用什么 用金面 去标定它 去标定它 我们上面有接一些 特定的东西 然后注到老鼠血管里面 它就会跑到 跑到什么 跑到这个 癌细胞那边去把它 那个 标定出来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做手术的时候 有时候 外科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 它怕割不干净 那可以用一个荧光去找 你把这个癌细胞做荧光 标定的时候呢 标定的越清楚 你可能 可能这个清除的会越干净 当然了 治疗癌症 并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是一个 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 今天希望说 用奈米的 发光的这个材料 去标定这些癌细胞呢 希望说把这个癌细胞 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 一种 奈米的 今天呢 在这个 上课呢 讲了一些新的一个 一些奈米的应用 概念 这事实上都是我们 第十五章里面 第十六 十七章 还十六 十六章里面 后面所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第十六章里面 讲的一些部分 就是大概 第十六章最后面 讲的一些部分 那我们这个 因为里面有很多 新的东西 在过去十年 十年 叫上面 也大概 弄到十年前的研究成果 那现在当然 有很多进展 那这个 科学的发展 或是我们 基本上就是说 技术的发展 或是科学上面 基础科学的发展 事实上都不是一种 说的 quantum jump 就是说你 发现一个东西 你要知道说 你今天发现一种 新的物质 比如说量子点 或是金奈米利子 这样子 你不是说今天 发展出一个新的物质 明天立刻 改变全世界 或是找出一个 解药 有那么简单 我今天说 你今天发展 免疫分析法也好 你今天发展 PCR的基础也好 事实上 它中间有 太多太多的 基础科学研究 都必须要先建立好 然后呢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 才会真正运用在检测 真正运用在 这个 实际的用途上面 有时候发展 十年 二十年 那今天一样 你今天做一种新药 或是新的检测方式 一刚开始 你去 从一个基础科学 的观点出发 到最后面 真正运用在实际的应用上 多很多的科学家 大家共同建构而成 这不是说一天两天 你就可以做出来 OK 那 那个我们 这个上课呢 奈米粒子这部分 就是奈米结构 就是16章这部分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 我们还是礼拜四 这样的时间上课 那我希望把这个 我们上次要说的 这个显示器的部分呢 我们再来 比较 花多一点时间 讲解一下 这个下礼拜的上课 OK 不晓得今天这样上课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 我上次再放在YouTube里面 那个效果不太好 就上个礼拜的上课 就前礼拜一的晚上的上课 那今天这个 灯光啊什么的 就这两天赶快做改进了 现在灯光应该都还不够 好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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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现在一个问题 是网路速度原来怎么样 还是要想办法去改进 那现在 嗯 转换啊 就是 OK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快要吃饭了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要停停止 OK OK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